自从22日大暑以来 大陆多个省市持续出现高温 直逼甚至超过40度 其中浙江省杭州24日热到40.4度 宁波今天39度刷新了1951年以来的记录 今后全部沦陷 北京出现40.6度 上海昨天也出现了40.9度的高温 全大陆已经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河北、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 重庆、湖州、武汉等12个大城市 近日超过了35度高温线 上海中心气象台在25号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受附热带高压影响 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9到40度 这是上海有气象预警制度以来发布的第二个高温红色预警 上一次是在2009年7月20号 全国最热的省份当属浙江 几乎包办大陆城市日高温排行榜 24号 14个市线突破了40度 第一名宁波凤化 42.7度 杭州、绍兴、平湖、德青等地破历史记录 天堂杭州变火炉 网友晒整面植物墙被烤枣的照片 浙江凌坡在今天26号气温也高达39度 热道路边公路站都要装设喷雾器以喷洒水汽降温 别看这么多雾喷出来 其实这个水量是很少的 一般的话可以降4到5度左右 中心网长沙25号电 25号从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 截至24号 湖南省14个州市 107个县市区受汗 53.3万人 以及31.1万头大山处出现临时饮水困难 602.7万亩农作物受灾 新唐人亚太电视吉米编译